这一天,小巴哥德像往常一样,哼着哥来接阳光森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去猴子山景区出游。 猴子山景区出游。 出游去喽。 咦,宝宝龙,你拿着的都是些什么呀? 咦,是恐龙博物馆,还有鲸鱼湾,原来我们参观过的地方你都有拍照呀。 不过双双,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东西也能出现在照片上啊? 园里就藏在我们拍照用的相机上,它可以通过光学成像园里,让外界的画面永远定格在照片上的哦。 哦,原来是这样。双双,你知道的可真多呀。 在小朋友们期待着出游的时候,不知不觉间,哥德载着大家安全抵达猴子山了。 宝宝龙,阿凯,你们要画画呀,妖子也要一起来。 哇,宝宝龙,你还带了蜡笔过来呀,不过我们去哪里画呀? 那我们就去那棵树画吧。 我画,我画,我画画画,香蕉,苹果,桃子,嘿嘿,我都最爱吃了。 那是当然,妖子画得怎么会不好看吗? 咦,等等,宝宝龙,剩下的蜡笔都去哪儿了? 哦,小猴子跑得太快了,根本就追不上嘛。 咦,等等,这,这些涂鸦是? 呀,不好了,双双,调皮的小猴子拿走我们的蜡笔后,到处乱涂乱画。 啊,这样下去,景区里的涂鸦会越来越多的。 我们要阻止小猴子,不能让它继续涂画下去了。 双双,那我们该怎么办啊? 情况紧急,看来只能呼叫歌德。 歌德变身成一辆警车,跨过崎岖的山路,不一会儿就赶到大家的身边。 警长歌德,小猴子把包宝龙的蜡笔抢走了,现在正在景区里乱涂乱画,麻烦你阻止它吧。 歌德跟着智能分析仪分析的路线,警长歌德不一会儿找到了小猴子的踪迹。 糟了,小猴子看到警长歌德朝自己追来,变得非常害怕,竟爬到险峻的石头山上去了。 而且,小猴子好像不敢走下来了。 警长歌德连忙使出秘密武器,警长帮帮手瞄准大石山上瑟瑟发抖的小猴子发射,将小猴子带到安全的地方。 警长歌德好厉害呀! 可是,警区里还留着小猴子乱七八糟的涂鸦,我们想办法把涂鸦清理干净吧。 好,我们都一起来帮忙吧。 在歌德的帮助下,警区里的涂鸦很快就被清理干净了。 就这样,阳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。 故事到这里。 咦?哦,看来歌德和桑迪老师还有秘密要和大家分享哦。 让我们一起来竖起耳朵听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